TWS是跨不过去的 你要另外用upjlc自己再去开发 所以如果你要跨平台的话 然后呢你又不会upjlc 你暂时还是可以解套 用这个方法还是OK的 那另外呢他也提供什么 提供那个Android 跟这个 这个叫 Windows Phone Windows Phone的占有率也很 不是很高啦 但至少有OK 好了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这边有一个QR Code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把你QR Code Scanner打开来 他就可以直接 直接让我们去扫描 扫描这个QR Code 扫到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帮我们直接装在 手机上面了 看到的结果 如果已经安装上去的话 那看到结果就是我们传上去的 这个这个画面 那我这边 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把它scan一下 基本上也都可以 不过我讲过了他只提供一组号码 所以 你如果这个 马上可以scan 那他这个scan到之后的话 就会马上 出现要不要下载 那一样 你把它下载安装之后 在手机马上就可以看到了 他现在马上下载 需要一点时间 已经download了 而且已经完成 他问你要不要打开 我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他问你要不要安装 那就把它安装起来好了 那我看一下我的豌豆夹 豌豆夹 播放一下 OK 理论上把它安装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出现 理论上的话呢 我这边已经装好了 那开起来之后 就会刚刚的东西就在这里 会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还蛮快的 你会发现 就这样子 一个app就做出来了 所以以后 他其实也可以写成静态 就像早期你不一定要写动态网页吗 就出来了 刚刚的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在画面上面可以看到 OK 大概是这样啦 各位可以先try一下 就是说那个phone gap 如果 如果要 产生一个 而且在手机上面跑 基本上还算 速度还算OK 还算OK 那只是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是